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謝在座的每一位老師 今天參與我們接下來的交流會 我相信這也是我們第一次 做這樣子的一個交流會 首先容許我先做個自我介紹 我是退往華文學系文會的 集中一位成員 我是楊君偉 這四位也許也曾經到過你們的學校 你們也認識他們 當然也可以用他們的名字指揮他們 世間劇場藝術總監郭建宏 是獨立電影人 燈光設計師 他是導演 同時呢 他也是推廣華文學系文會的成員 十指邦劇團總監張子健 是劇作家 他是導演 戲劇盒副藝術總監許惠玲 他和戲劇結緣二十多年 最後這位是九年劇場的 藝術總監謝生傑 他是一名演員 導演以及劇場的導師 他們都是雙語監通的老師 他們都關心教育 還有青少年 他們都是劇場人 還好他們不是主持人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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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請到了一位教育部的課程規劃員 以及青年編劇 為我們今天的交流會 進行引導 還有擔當主持人 我給了他一個任務 必須要輕鬆自然 把自己想像在主持抗戲來了就好了 各位老師請以熱烈掌聲歡迎五位上場 我們為什麼要帶學生去看戲 看戲跟看電影看電視連續劇它有什麼不同 它們都是一些敘事性的一些作品嘛 那看戲劇表演 它的本質的特點 它的不同的地方 它的魅力 在什麼地方 先說為什麼要看戲劇演出 因為它是我們的藝術創作的一部分 而我一直是覺得說 我們不要小看這個藝術的力量 因為一個人的學習和成長過程 除了學習這個生活上的技能之外 藝術上的熏陶是非常的重要 它會影響一個小孩子 他將來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 成為一個怎麼樣的國民 成為一個怎麼樣的社會人 是關於很關係到他小時候 接觸到什麼樣的一些藝術的熏陶 所以戲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它能夠在很多的層面 影響一個人的性格思想 戲劇演出是現場的 現場跟演員直接在一個劇場空間裡面的交流 這種經驗是其他的一種敘述性 或者是故事性的演出沒有辦法取代的 去劇場看戲是一個過程 我們也教導學生怎麼樣去享受這個 從買票到要搭一些交通工具 到劇場去開演前的什麼樣的一種氣氛 到劇場跟演員的交流 到眼後互相討論 這整個東西是一個完整的一個劇場的體驗 我們這樣的一個東西 是只有親身的體驗才能夠感受得到的 你要學華語必須先喜歡這個文化 我其實是在音效讀讀的 但是其實我在從小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語文其實是廣東話 第二才是華語 第三才是英文 所以我家裡是有電話早報 也有英文 所以我從小就很有這個習慣 就是我必須要做的一件事 一件工作就是每天起來 我必須要把兩份報紙讀完 變成一個習慣 一個實習 所以我去到學校的時候 就當我去就讀一個音效的時候 我就開始很奇怪 為什麼我周遭的朋友都對華文很排斥 我覺得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當我在到中學的時候 我的一位華文老師就做了一個創舉 那時候是90年代喔 他就在課裡面就播黃飛鴻電影 時刻電影 用這個東西來傳達 不是華語喔 是文化 我們就可以聽歌 就可以看電影 最後會帶我們去交流去一個劇場去看 所以當我們在這個好文的當中 就變成把一些 我一些周遭的朋友從排斥到接受 甚至到很自然的就喜歡語言 甚至他們開始 因為我們劇場嘛 所以劇場的魅力就是 他很有直接的關係 他對語言 在這個空間裡面 有直接的一個密切的關係 所以過後他們就很興奮的就討論這個習慣 在這個興奮的當中就用華語 你們認為觀賞戲劇喔 對於學生 他們有什麼樣的一種幫助 比起吃飯啊 然後採米油鹽生存的那個 藝術有什麼呢 為什麼是必要的 那麼我就想說 人在死前那一刹那 你應該不會想你銀行裡面 我有多少錢 你可能會想我這一輩子 活得值得不值得 美不美 灿的不灿的 有什麼東西我後悔的 所以我覺得藝術創作也好 經歷欣賞也好 他都是一個 講的比較俗氣一點 他是一個真善美嘛 到底真善美對你來講 定義是什麼東西 每一個人不一樣 你去體驗你所看到的 你所看到你眼中的美 是什麼也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看戲 就是一個機會 讓你去尋找你生命中的真善美 所以走進劇場裡面 待一個現場的一個空間 你那一天在那刹那 跟幾百個人幾十個人幾個人 臺上臺下 同時在經歷一個現場發生的 因為你存在而發生的一件事情 這個是從你身上拿不走的東西 你做完了這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過後 它是你屬於擁有的一輩子的記憶 最後一口氣兩腳一身 是其中一個很美的篇幅啊 所以對於學生來講 除了我們讀書要有一種生存的能力以外 我覺得我們的生活也要精彩 過得值得過得精彩 而藝術劇場都能夠給一個 在學術上 很多時候能夠有一個功利的一種關係以外 一種更抽象更昇華的東西 自己私下或帶學生去劇場看戲的時候 有沒有常聽到在那個演後交流會的時候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 導演請問你想表達些什麼 然後導演的回答可能是 你覺得呢 或者你看到了什麼 其實到劇場或者是藝術 他其實是一個多觀點的一個交流 所以當我們都在一個同樣的空間裡面 進行 或者是在 就是在這一兩三個小時內一起共存的這個時間裡面 我們這個多觀點到底有沒有辦法來交流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 當然我們在做導演的時候 一定有我們的想法 為什麼要做這個戲 然後希望他可以傳達什麼東西 可是他不是唯一我們覺得 或者是藝術可以帶到的東西 所以其實有很多時候 當觀眾把你們的想法 或者是給我們任何的那些回饋的話 其實他讓這個藝術創作多了一層的生命跟意義 而且這個生命跟意義是屬於你自己的 我覺得可能更多的是 學生們到底體會到了些什麼 當然除了困惑以外 因為他看不懂 對嗎 可能人物的一些掙扎 怎麼樣用語言上面來做一些表達跟延伸 或者是那個劇情裡面 他其實表達了些什麼 什麼東西其實用形體在舞台上面呈現 可是其實回到了學校 可以用語言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來做一些的表達 或一些wrap up 這個多觀點的存在是重要的 而我也很希望可以鼓勵老師 真的可以往這個多方面的觀點去 鼓勵學生們去思考 我自己有帶過學生去看戲 在初級學院的時候 雖然我是一個劇場工作者 有時我看戲的時候 我的學生他們看不懂 有時會想 哎呀 我也看不懂 然後我就想 我作為一個老師 我是不是可以看不懂 我有權力看不懂嗎 那如果我看不懂 我應該怎麼辦 學生來問我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辦 首先我要說的是不要怕 千萬不要怕 老師不可以怕 也告訴學生不要怕 因為非常簡單的 我告訴你們 我先引用一句話吧 小說家 Milan Kundra說過 那個小說是 對現實一種失憶的反思 我覺得用在劇場也非常恰當 我們劇場做的是 對現實一種失憶的反思 所謂失憶是什麼呢 它並不一定是邏輯性的 打個比喻 這是一瓶水 我拿在手上 下一個動作我可能喝 但是我也可能不喝 我也可能把它丟向觀眾 我也可能把這個水倒在頭上 但我也可以直接喝 直接喝的話呢 它就是我們最直接的思維模式 就是邏輯性的 如果把它倒在頭上 你會覺得好奇怪 這個人他幹嘛 他要表達的是什麼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有機會來討論了 而我鼓勵的是亂亂講 我鼓勵學生們亂亂講 因為沒有關係的 你認為那個人覺得很熱 他需要水來涼快一下 那也可以 問題是你覺得那個人好笨啊 他給我的感受就是他好笨 那也可以 沒有關係 因為這已經是超越了 我們的邏輯思維的模式 而藝術方面呢 就是在我們平時的邏輯思維裡面呢 提供一些詩意 提供一些美 提供一些反思 很好的一個標語啊 老師不用怕 我覺得人生是沒有答案 沒有明確的答案 因為我們人生沒有答案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 必須要我們的戲劇工作者 或者是一個戲 呈現一個明確的答案呢 我記得郭聲郭寶君曾經說過 其實我們在這個人生裡面 其實尋求的不是一種答案 尋求的是怎麼問問題 在問問的一些當額 其實我們在思考的當額 就會設法用語言 來表達我們自己 所以當我們在看一個戲的時候 我們看不懂的話 其實那個是最 是個學習最好的一個時間 因為當我們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用語言 來明清我們整個 裡面 老經裡面 呈現的問號 老師給學生答案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因為今天有什麼答案是學生在網上找不到的呢 而你重點不是找不找得到各種可能性 重點是你怎麼樣去詮釋 你個人對於這一些資訊 它對你的意義是什麼東西 對吧 所以它已經不是一個所謂的 information age 它是你怎麼去 harness 怎麼去駕馭這些資訊 而怎麼去駕馭 就跟你自己本身的立場觀點有關係 你覺得老師在看戲之前 他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預備工作 他是否應該做預備工作 他應該做什麼樣的預備工作 其實我們劇團 挺friendly的 所以基本上你打個電話來說 其實我可不可以用電話溝通 說花半個小時來先一個溝通一下 我可以準備什麼 怎麼跟我的學生講解部這部戲 如果可以有更好的溝通 跟組織的話 其實我們還有學校可以配合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老師們可能也不需要這麼的無助 或者是覺得說 我自己還要去花時間來做research 然後才可以出一份東西 因為有些的內容可能 在我們的教育手冊裡面已經有了 而且可能因為我是覺得 因為是我們做的那個戲 所以可能對一些內容 或者一些cultural context 我們可能也比較熟悉 或者是我們有一些看法跟見解 其實我們在做創作的準備上面 其實也有做這些的準備 所以其實它也是在幫我們延伸我們的工作 所以我會建議 我也不知道怎麼發生 可是我是覺得說它其實可以是雙向的 不要怕 我們不咬人 我們會樂意的跟你交 謝謝